我們在這邊把就是這個協作平台 我的檔案 哇 怎麼 改這麼多 協作平台的檔案分享出來 那各位進來之後啊 進來之後 有沒有發現 像我上面就有看到一個有沒有 但是不只一個啦 因為他現在那個協作的名稱啊 他並沒有顯示中文 這裡有一個 你看下面 有沒有看到另外一個 就是 哪些同學在做哪些編輯 上面都看得到 你看這有Tike 就看你是編輯哪一個頁面 所以你看點過來 有沒有發現我這邊有相關的教學 對不對 然後極色極品點過去 你是不是都可以改了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跟我們剛剛用這個 白板一樣 等於他把協作的部分又再怎麼樣 再往外是不是又延伸了 以前其實舊的 協作平台 他也有協作的功能 但是他的協作是 幫你記錄在什麼 版本 也就是說誰編輯的我幫你記錄下來 現在就不是 而是什麼 真正即時的這樣互動 即時的互動 所以這個也是他的一個優點 讓大家體驗一下 比如說 如果你要跟同學一起討論 同一個組員的 或跟老師 你就可以像這樣子 一起來處理就比較快 OK 這個是 跟同學分享一下 這個Google 協作平台的部分 等一下呢 我們就來找看看 怎麼樣 讓各位的協作平台 可以比較豐富一點 對不對 因為現在 你很明顯的發現 有沒有 技術門檻 像很多 你好像 到目前為止 連一個層次碼都沒打到 可是就可以有這些功能 有這些功能 我們現在待會就會知道 有什麼圖庫 比較好看的 有沒有什麼工具 可以幫助我們 比較快把這些資料整理起來 這樣 以後 各位再做這些 不管是專題的 還是所謂的這種計劃案的 就會比較方便 OK 先緩解